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知道大哥很喜歡馬 亦聽了大哥很多跟馬 養馬的新宣史 都覺得很好笑 但其實我想知道馬 真真正正對於大哥來說 對你有甚麼意義 其實對我來說有幾種意義 第一 我覺得他很有親自感 還有我覺得他是一個小孩子 好像一個小孩子 有時候他發脾氣 你覺得他很難救 其實有時候他真的好像小孩子 就像我第一匹《BoBo Star》 我買了回來 養了好一年在路上 你每次走過去 他在很遠看著你 你之後會走過來 走過來之後 在裡面亂想 你覺得他好像家庭的一份子 另外就是說 好像我現在拍戲也是 我有很多匹馬口 所以很多工作人員 馬虎很喜歡跟我拍戲 他說大哥你和我拍戲 你不但對人好 你對我們馬也好 我對人就是每一天 我大約… 我不是說一天兩天 我只要三個月開工 我每一天都一樣 三箱香蕉 三箱香蕉 三箱的梨 或者甚麼 每天都是大家吃 然後兩袋 蘋果給馬吃 當然那些價錢 我們在絲綢之路那些地方 價錢當然沒有那麼貴 但兩袋 之後就給馬吃 香蕉、香蕉、香蕉、香蕉 新疆香蕉 就給人吃 我每天都是這樣 我覺得我對馬好 不知為甚麼 我是有這種心 例如我是很愛動物 我對狗都一樣好 我有時見到馬房 美國的馬房很有趣 馬房 飼養馬的時候 隔壁有隻雞陪著牠 有隻羊陪著牠 有隻羊陪著牠 有隻狗陪著牠 有隻狗陪著牠 有隻釣過一個圓的電油桶 小小的人都釣在那裡給牠玩 因為不知為何 那些怪獸的馬 經常要投入 這件事給牠 其實是在那裡玩 你見到那些馬 其實很喜歡小孩 很有趣 很有趣 我剛才說要說 大哥有一個我親身的故事 這個就更早 我剛出道一個小孩 有一次走去談辦 那時候我忘記在拍哪部 那時候什麼戲都有你份 你是導演兼武術指導 總之那時候 有一個鏡頭 就是要你的武師 要打一個毛頭關斗 做不到 然後我看著大哥 坐在鏡頭旁邊 放下劇本走出去 為什麼不行 就是這樣 完全不用坐跑 什麼都不可以 突然間你見到紅急帽 這麼大的身形 一聲起床 一個站起來 我正好 我正好嘴 現在這些就是 回憶一下 我當時的嘴嘴 當然是說 厲害了 這樣的新手 還有你那種 你不可以 我都可以 為什麼你不可以 這種性格 我不是對每個人都這樣說 但我要知道 這個人本身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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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不可能跟我說不行 你知道 國語 你不要在我面前裝孫子 就是炸炸地 裝蒙縮鋼 那種 你來得到 我叫你做 我就知道你來得到 因為我不會 隨便叫一個人 去冒任何危險 去做這件事 你完全不懂 不行 沒有把一件事 我要你做 就像我的師兄弟 我讀出來 他們沒有一個敢罩 沒有一個說不行 我看一看 我看一看 他們馬上 甚麼都離開 做得甚麼都可以 在看電影的這麼多崗位 你也有機會涉獄過 老闆、監製、導演、演員 其實你自己最… 當然沒有指 你最享受是哪個角色 我享受是… 其實說兩件事 第一是享受是導演 第二是武術之道 第三是演員 我也享受 如果現在有人請我純粹做演員 我很享受 因為甚麼都不利 我覺得現在做演員的人 是最舒服的 最幸福的 你做武術之道 亦都幸福的 因為武術之道 只顧他自己打個拍 怎樣想 做導演是辛苦 但這是真正的興趣 因為導演的意識 他不只是哪一拍 他說整個東西 他要去全部照顧 由開始故事 然後每一個人的人物的索造 每一件衣服的索造 然後每一個景 一個甚麼地方 導演是由頭到尾 每一秒每一絲毫的東西 他都要考慮 所以我現在反而喜歡 只是做武術指導 武術導演 其他東西我不做 成功 感谢观看